哇 今天这堂课 我只有一个字来形容 powerful 真的 我感受到这个课程的力量 还有老师的力量 以及就是 现在已经是9点08分了 今天是星期三 1月18号 我又要去上学了 但今天我要迟到了 在家里耽误了一下时间 所以的话 地图上显示是 10点15分到达 所以我要迟到十多分钟 大概两周前我参加了一个audition 我那个audition的话是在我上课之后 做的第一个audition 所以的话整个拍的那个self tape呢 是有进步的 我能感受到就是通过学习 把这个学习的东西应用到这个表演和这个audition上面的一些变化 嗯 当时对这个tape的话还是挺满意的 就也没有说百分之百的满意 就打大概有八九十分吧 然后发出去之后 然后紧接着等了大概两个多星期 所以就觉得可能没戏了 就是估计是有更好的演员已经被选上了 然后就没有再去太关注 然后上个星期五吧 我就看到了callback 收到callback 那说明就是 啊 还是 就是努力还是有一些结果 就是肯定是因为学习的结果 让我使得我这个tape的话 啊 要进一步 所以才有这样的机会 然后接着昨天晚上又是 在 准备callback 然后请了朋友来帮忙 就是给我分析这个角色 然后我也是应用上课的一些东西去做 啊 能够有时候达到那种效果 但是也不太稳定 所以的话 啊 我就想到了我们上课的时候的一些训练 就是 真的是就是你不能想的太多 你要沉浸进去 你要忘掉 啊 忘掉 别的东西 你要投入到你现在去跟 呃 你的 saint partner啊 你的对手啊 你的伙伴的一个 还有你自己角色的这样的一个 当中里面去 不能 就是 啊 就是没有进入这个状态 那你这样的话 你很难 非常难去 达到那样的 就是说很自如 你要不然的话你肯定 如果你没有进入那个状态的话 你所有的表演肯定就是真正的那种去演啊 啊 或者是在想象这个剧本给你的一些指导 你在脑子里总是想这些哦呃台词 呃还有对方是该干嘛 但事实上是不是的 对方是 事实上这个应该是说 你对这个人物有过分析之后 你对他的理解 沉浸到他的世界里面去 然后再 听啊 啊 你的对手 你的 新partner跟你说的话 然后你在手上做的事情 这样的话 你一切就是真实了 哪怕台词上没有说一模一样 但至少你的状态是对的 然后通过这样的训练或者说是排练的话 你到时候如果某一些演员他对台词的要求比较高的话 你渐渐的已经进入那个状态 你再去说对说准那些台词是比较容易的 而不是说一开始你就要把台词一字不漏啊 或者根据剧本啊一点都就是完全按照剧本去做 你这样的话就会把你框死掉 就不生动 就没有那种生活化 没有这种真正的进入的那种状态 所以这是我在昨天做这个callback 准备的时候得到的一些结合这个上课的东西的一个体会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明天我就要去明天我就要做这个callback 所以的话我希望就是到时候我能 当然我今天晚上也要再做一些准备 然后能够进入那种状态 然后把更真实更自然的一些状态表现出来 把这个人物把那个就是故事的这种情节的这种进程吧 就是你那一个不管是一页一页子的剧本 一个sing它都是有推进的 它不可能是没有作用的 它你第一个sing干嘛第二个sing干嘛 后面一页一页 肯定是在铺垫为后面做一些准备 所以这个剧本就是肯定是这么来写的 对吧 所以我们我觉得 这就是我上课对我最直接的一些帮助 现在路上非常塞啊 你看后面也是很多车 很多车 迟到了15分钟 看到老师刚进去 哇 今天这堂课 我只有一个字来形容 powerful 真的 我感受到这个课程的力量 还有老师的力量 以及就是这种课程 使得学生能够奔发出的那种powerful 就真的是这堂课真的是太棒了 我大概讲一下这堂课啊 放假后我们大概有上了两三堂课是 另外一个老师是属于助教或者说是另外一个老师 我忘了他的名字 他来带我们 当然也很好就是让我们练习了很多 这堂课是这样重新假期之后回来的第一堂课 然后他就总结了一下我们过去的几堂课的一个过程 我们在第一次reputation的时候只是重复重复重复 第二次的话我们开始就是来从第一人称来去重复 就是就有一些变化就是你有一些是就是对方的一些认可互动 然后第三的话就到了就是你开始去说一些真实的东西 比如说我看到你不开心我就说you're unhappy you're unhappy 对方就会说I'm unhappy I'm unhappy 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一个转变 然后在第三个我忘了第三个变化就是我有点忘了第三次好像差不多了第三次就没有太多 然后这次课堂的话一开始他除了一开始的woming up的暖身的一个训练之后就是开始了这样来问每一个人在过去这个假期的时候 你们有什么值得分享的moment有什么可以分享的那每个人都在说都说了一些就是很具有电影画面的一些moment 比如说有同学说他跟爸爸吵架了然后有人说这个圣诞节他一个人过的那他过为什么这样过呢 然后他的感受之类的就都很具体很真实 然后还有就是啊我跟谁吵架了啊怎么怎么吵都是说了一些特别有画面的一些很真实的东西 然后我也说了一下我的我虽然表达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啊我也觉得我觉得就是那一点对我来说是一个能够让我就马上想起来的一个moment 嗯是关于就是我跟我老婆然后我们假期的时候打算出去玩然后出发前就是大家有一些小争吵嘛这个争吵的这个过程 其实真的是然后老师就讲其实每个人分享的都听起来真的就很有情画面感很有情节 为什么呃电影里面你看一部电影你会记住某一些画面某一些情节就是因为那些呃画面或者情节特别打动你 但那些特别打动人特别感人的画面呢它未必是那种你啊赚了多少钱或者怎么样或者啊成了百万富翁突然间怎么样的而是一些很小的事情但是是很真实的很跟你的生活和跟你这个人就是有连接的东西啊 啊这是老师讲的啊这是老师讲的额跟我们互动的第一个环节啊然后第二个环节 他就啊开始做一个啊叫做 images 的练习 那他说这个属于是不太啊 嗯属于 Mosner 的部分在 Luksner 的基础上 他做了一些啊重新的设计的一个课程练习课程 也是非常的有震撼 就是他是怎么做呢 就是他问每个同学 你最想跟谁说 对谁说话 就比如说我想跟我 有同学说我想跟我的爸爸 去世的爸爸 已经去世的爸爸说 然后我想跟我的兄弟说 我想跟我的好朋友说 我想跟我的妹妹说 那我说我想跟我的老婆说 就是你假设你想 你就是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机会跟他说话 然后找一个同学坐在你的对面 然后他就他只听 他只是看着你 他听他不说话 然后你就开始讲你所想要讲的事情 每个人都讲得很真实 很感人 就是你去演戏根本演不出来 但是你要是去编剧 你要去编这个故事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素材 然后甚至你在讲的过程 就是一个最好的表演 因为怎么说呢 你第一个是你说的是真实的 而且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自己的人 你最想要说的人 说话的人 然后你说的都是真实的 然后或者说是你两之间最 平时最不可能去说 或者说最没有机会去说的 但是你一再地说的时候 对方只是在听 但他一句话都不说 那那个时候会让你说更多 就不断地去进一步进一步地去说 然后到后面的话 就是对方就开始来跟你reputation了 又回到了mind呢 他就会说 你就比如说 坐在你对面的这个演员 这个同学他就会跟你说 你感到抱歉 你感到抱歉 我上台的同学就会说 I feel guilty I feel regrets 那这个就是 这个之后就是你 就整个这个练习的过程 就让你做 真实 真实 所有都不是你设计出来的 太美妙了 太powerful 下堂课肯定也轮到我上台了 我不知道 我不去设定 我也不去 不像拍电影一样 你要去写好剧本 嗯 我们做的是练习嘛 所以我们 我到时候我也不会去想太多 我就会上去 我找一个同学坐在我对面 刚才老师还评 就评价这个同学的上台的 他说你看你对面这个 其实根本就不是你的 不是你的兄弟 但是你就把他当成了兄弟 那这就是演员啊 如果普通人 他可能对了另外一个人 他说不出真实的东西 但是作为演员 你面对一个 不管他是谁 你他要演你的弟弟 那他就是你的弟弟 所以你要想象 他就是你要跟他说话的人 然后你说的东西都是真的 明天我要call back 所以我希望能够应用一下 就是我要理解这个人物 然后进入到这个人物 去听对方 看对方 让对方听到我说的话 OK 今天就分享到这 我觉得收获特别大 感谢 晚安 week engo 独播 ın 中文字幕 李宗盛